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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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台北真的有时候可以收到那个5G的讯号 我本来觉得很棒,很兴奋 因为终于可以收到这个新的科技 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没有那么的不一样了 就是好像比较快一点点的网络 有时候其实我感觉到5G跟4G是一模一样的 5G到底是什么? 是更快的网络吗? 还是有其他新的功能吗? 最近我们到处好像都可以看到5G的广告 大家大概知道是更快的网络 还会有很多新的功能 看起来很厉害 但是我们也没有很清楚 你记得吗? 2005年之前 大家还是有2G 又是GPRS这个科技 那个时候我们的手机还没有APP 我们只有一个浏览器的功能 我们可以上网看看一些网站 但是好像网络非常的慢 然后大家开始有3G 3G的网络快得多 但是其实最大的改变不是3G 而是开始有手机的APP的概念 我们现在的手机都非常多的APP 我们会觉得没有APP怎么办? 所以呢从2G到3G 最大的改变不是网络比较快 而是我们的手机开始有新的功能 为什么是这样? 是因为2G的时候网络太慢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有这个APP的概念 因为没有办法下载那么多的资料 但是从3G开始 因为网络很快 会有这些新的可能性 那后来呢 从3G到4G也是一样的 4G的网络变更快 有更多的功能会出现 有4G的话 可以开始看HD的影片 像Netflix还是YouTube 不一定要在家里到处都可以 然后也有这些 试试还是直播的功能 越来越多人都在用的 我看我的频道的数据 好像四分之三的人 是用手机看影片的 现在基本上 用手机什么都可以做 这是因为4G 我们这一次要到5G 那你觉得接下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5G会带来的改变 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 极到很清楚 这是因为基本上我们去年 才开始有5G的讯号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能要等一两年 我们一定会看到 更多的新的功能出现 好但是有另外一个部分 大家可能没有很清楚 就是有新的科技 一定有新的风险 所以我今天要跟资安专家 聊天关于5G 他会跟大家解释比较清楚 那我们今天跟Kenny Huang Kenny你好 你好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 我们去年有拍另外一个影片 讲到网路的安全 对 所以我们今天会讲到5G 5G的这个科技 还有5G的安全 我们常常看广告 看起来5G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有很多新的功能 也常常会看到5G带来智慧生活 但是5G到底会有什么新的功能 不只是比较快的司机而已吗 这个是一个好的问题 因为5G它标榜的是三个 最主要三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速度快 那速度快就是一般我们使用者 最感受得到 速度变快了 然后第二个它可以连接很多设备 像我们现在CAMERA 那我们可能有其他不同的设备 可以透过5G连起来 然后第三个是 它的连接是非常的很短 对 那这个很短一般的人也感受不到 因为最主要是 不是为人 而是为机器 所以它标榜的 只有第一个功能跟我们一般的 商量直接可以感觉得到 哦变快了 但是它为什么要设计另外两个功能呢 就是让它有很多设备 像我们现在连接可能一般人 手机也不只一支 可能还有耳机 可能还有其他microphone 可能还有camera 全部都要online 那这些就需要很多connected devices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What if你是在工厂 那工厂有很多工厂的设备 它很多设备 可以talk to each other 那这一段呢 5G试着也要提供这个feature给他们 那这个不是给人 这是给机器的 或either 我们如果说self driving car 它透过路上很多sensor 去感应说 怎么去adjust 它的direction adjust它的speed 对这个我们常常听到5G 会听到关于self driving car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innovation或创新生活 因为这是跟你的lifestyle相关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communication 一般人比较不会直接touch到 所以这个区块呢 是5G希望能够做到的一个功能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 因为现在5G刚开始 所以我们现在不一定看到所有5G 未来的功能 刚enable3G或enable4G的时候 其实好像我们都没有那些功能 可是一旦你的infrastructure 你慢慢就会感受到说 innovation可以慢慢加上去 对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台湾的电信业 预计今年低 5G的使用者会超过500万 这个数字很高 就是代表的是5G真的 真的到了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 没有错 因为事实上这个是一个 market validation的问题 今天如果说5G完全没有这些 base station都没有deploy 没有人要upgrade到5G 因为upgrade没有用 你会downgrade到10G 相信这500万个代表说 一个是market confirm 这个5G是一个ready的technology 它不是一个dream 它是一个ready的 第二个呢 就有机会去stimulate 更多的application出来 台湾者今天也有收到 好几个大公司的网络攻击 是 那这些公司在4G的时候 已经收到哪些攻击 对 那我们到了5G 他们会收到更多的攻击吗 还是更多的危险吗 是有可能 有刚刚提到5G 有另外两个extra的功能 就是多连结 这是for manufacturing 或是for things 对 那low delay 就是delay很慢 这次也是for things 它的potential的application 就是说可能在工厂 或者是在无人机上面 或者是medical health 这个部分在医疗application 这个部分能够有更多的support 但这种support 事实上也造成攻击的来源 因为它原本是没有网络的功能 现在变成这些设备 无人车也好 医院的设备也好 突然间都有网络的功能的时候 事实上相对的就变着 情况会更加的恶化 更多的connected devices 代表说你更多的地方可以产生攻击 因为每一个device 譬如说你的phone 你的camera 有可能会被 它本身是有弱点被人家入侵 那每增加一个device 就增加一个被入侵接触的点 所以网络攻击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 这些攻击跟4G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部分你说的是 因为可以连接到更多的device 所以如果其中一个device被hack 透过这个device你可能会连接到侵入下一个 这些问题会多严重 5G是一个ecosystem 它可能是10年20年ecosystem 那这个十多年的life cycle里面 就有很多cyberattack 它的情况会一直演化 那现在有这么多things 连接到internet上面来 那过去只是人连上来 那可能是做一些consumer entertainment doesn't hurt so much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连接的设备是 是医疗设备 假设你connect的东西是self driving car 那就很危险的 因为这些medical equipment 它可能是对你的心脏在做调整 对 那它如果假设被hack 那代表说你这些life supporting system 就出了问题 那如果说self driving car 它去help you to drive 哪一个direction control你的speed 它如果被hack 那你就speedless 直接冲过去 所以这是live or death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变得很严重 那既然这些物件的安全威胁 听起来会很危险 会蛮严重 有什么方法我们一般的人 保护自己 还是公司 还是像政府 会有什么措施去确认大家的安全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如果说是single solution可以solve 这个问题可能以前就解决了 prevent有点困难 但是能做的就是说怎么去做好各个protection 把有可能造成漏洞的地方把它补起来 technology要去improve 去defense外面的攻击的技术 这个要去improve 然后再来就是个人的部分就是过去我们memorize 这些password可能都很短 那我慢慢就要用更复杂的password 慢慢不是只用password 可能要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 对现在有可能除了你的密码以外 还需要会收到一个简讯之类的 然后再来从public的角度 从政府的角度 就是说这个攻击已经impact到这个society 所以政府就要定一个minimum requirement 我们称为regulation也好 就是cyber security的regulation 来inforce不管是public sector 或private sector need to complicate 这个basic的legal requirement 那至少说你今天都不知道 做哪些protection based on regulation 你知道说这个我必须要符合 做这些事情 要做这些inspection 要做这些minimum protection 来做满足regulation的requirement 所以这是从regulation的角度 他必须定定这些requirement 就是说inforce 所有的stakeholder 必须满足法律基本的要求 所以要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stakeholder 共同来做这些事情 不然cyber attack 他没有single solution OK 我觉得对一般的使用者来说 就是买新的机器的时候 可以更考虑是什么牌子 还是是不是一个看起来认真的 其实很多IoT的设备 互联网的设备 现在已经大量的用到家庭里面 那这个问题呢 慢慢才会跑出来 发觉有很多IoT的设备 有很多都有security的这个漏洞 安全的漏洞 而且非常严重 所以一方面呢 就说manufacturer 他慢慢 他们自己也self aware 说他们如果 卖出一个东西是有瑕疵 它是有法律责任的 因为曾经好多IoT的装备 被美国政府告要求赔偿 就是因为他没有做好 Basic Security 那使用者去购买这些设备的时候 是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这个设备有没有满足一些 基本的治安的标准 或是基本的治安的规范 那真的不懂就好像你建议的 你找一些比较知名的品牌 因为这些知名的品牌 它有这个商誉 会有商誉考量 它都会要求在 在security这个部分 要满足国际上一些 比较重要的标准 所以在购买设备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看 它的价格是不是便宜 OK 那谢谢今天的解释 好 谢谢 希望大家对5G有 比较多一点点的感觉 会了解有什么 新的功能 还有新的危险 然后大家 可以继续享受很快的网路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大家收看 你如果喜欢这个影片 请你给我一个赞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我跟你说 下次见 拜拜